PhotoShop的部分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二类的部分 前面主要是学习第一类 第一类就是 至少你从我们这个课程可以学到 PhotoShop的一些基本工具的应用 当然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选取工具 选取的技巧 包含快速选取跟细部选取 放大缩小可能要慢慢 自己再把它加上去 至于其他没有用到的 请各位再花一点时间把它玩 把它再去了解一下 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类的部分 第二类可以学到哪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样式的运用 跟特效的制作 样式 特别是用来跟特效的制作 里面包含就是涂层样式 涂层里面有一些样式 可以再把它加上去 另外还有滤镜 这个滤镜的话 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眼睛可以放大 也可以缩小 OK 然后其他的话 什么液化的滤镜 等等的相关的东西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第202题 202题 所以 待会的话 请各位切到这个202题 里面的话 该要做哪些动作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这个是黑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的话有四道题目 OK 首先的话 我们把这个题目开起来 第一个的话把Photoshop打开 第二个的话把我们的三个档案 分别把它放进来 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TIF档 这个TIF档先放在这边好了 这个是完成的 前面有两个 这个是鸭子 你会发现 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的 鸭子跟完成档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是原始档 这个是完成档 那你会发现 哪些地方不一样 这个 有没有 第一个 眼睛要把它缩小 第二个的话 把它的什么呢 它的那个尾巴的部分 让它往上 往上有一些 有没有 好像那个毛的那个效果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一个 请各位把这一张 先做几个动作 眼睛solo 然后这个地方往上 OK 第二个的话就把这一张图 再选起来 选取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快速选取工具 然后反转一下 把它复制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有个背景 这个是已经贴上了 应该这个待会把它拿掉 然后 把它放到背景 完成我们要的效果 所以请 把 刚刚我讲的这个题目里面 总共会有 四个动作 分别完成 画面先防止 各位一下 先把那个 三个档案先开启 要开启这两张图 然后选取什么呢 这个鸭子 并且把它复制过去 复制过去之后 再用异化 不过 我看好像先做二再做一 好像比较顺一点点 所以也许我们先把那个二 先做异化 滤浸 然后把眼睛跟尾巴做出 而且效果必须柔和自然 那怎么做 就刚刚我们讲的 像这样的结果 眼睛大概这么大 多大的话 你可以大概参考一下 不过 这个要完全一样也是蛮困难 再来就是这个尾巴如果往上翘 一我们先怎么样 先把这个鸭子找到 二的话 找到滤器里面有一个功能 之前要跟各位讲过 里面有一个 叫做异化功能 在哪里 在这里 OK 所以滤器里面 你找一下 异化这个 那点开来之后的话 其实就可以做出一些还蛮简单 又可以快速的做出来的效果 里面的话就眼睛要缩小的话 记得可以怎么 它这边有选取 第一个是向前弯曲工具 意思说它可以弯 可以让它变个角度 其实主要是这个 这个有没有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它这个指尖太大 所以会变成这样子 这样子就 所以把它复原一下 OK 如果你要复原的话 你可以 这边有个叫全部复原 它就恢复了 有没有 全部 如果我先做眼睛 眼睛记得在哪里 在这边 有个叫收容工具 点下 接下来二的话 请各位 一先点收容 二的话记得 它的眼睛大小 因为其实眼睛没那么大 其实注意一下 你可以把笔刷大小 因为你会发现笔刷有点太大了 那你甚至可以把笔刷它会缩小 大概缩小差不多多少 其实你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 大概60好了 假设的话 你没有发现变小了 这样就比较刚刚好 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在眼睛上面点亮 这边一直往 就是中间 中心点 点它 它会点一下就收容一下 OK 你会发现 不过 注意这个 收容的部分 看看它的眼白 有没有 跟那个 眼黑的地方 可能要比较均匀 也许可以参考什么 参考 我们完成的那一张 现在 现在 OK 大概这样 反正就是大概的效果 就这样 那最后的话呢 可以参考一下 完成的那一张图 完成那一张图的话 看202这边 也许可以拿这一张 点开来 大概就参考它 反正就大概长这样就对了 OK 然后 接下来的话 好像还是不够小 再点一下 点点 OK 好 还是不够小 再小一点 这样子好了 大概 第一个部分就完成了 所以记得 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异画里面的收容工具 那当然笔刷大小可以调整 密度也可以调整 频率也可以调整 不过 这个地方好像 主要改一下笔刷吧 OK 好 二的话呢 再往上 那做出来 有点长得像这样 不过它长得跟它基本上一模一样 还真的蛮困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要 这个其实不好操作 为什么 第一个 请会用最上面这个 向前弯曲工具 第二个的话呢 可能笔刷的大小 你不能用太大 因为你如果用太大的话 你会把它往上 它变这样子 好像有点跟 它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笔刷可能太大 所以把它全部恢复一下 应该重建好了 怎么样 应该是从恢复前一个动作 好 假设我们就先做这边好了 这边之后你可以把笔刷稍微缩小 大概多少 我试过大概30左右 或者更 更小一点点 怎么做 你可以从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这边中间先涨出来 然后再把两边再往外涨 可能会比较刚刚好 所以这边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他大概就是 先把它往上 然后这边再往两边 所以这边我大概示范一下 也许是往上 一个 两个 三个 不过这个真的不好操作 我大概示范一下 然后旁边这边再往这边涨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真的很不容易 好了 失败 再复原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主要 这一个 跟另外一个收容工具 收容工具这边一样 这个笔刷也一样可以调整 大概80 这边的话 如果不OK你就全部复原 它又恢复了 OK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那个滤镜 比如说一样我们用那个液化 液化第一个眼睛的部分的话 当然你可以把它稍微用那个收容工具 那这个笔刷大小你可以放大一点 我大概用80吧 这个比较简单 他点点点 中间点 让他往里面说就可以 至于要说多小 大概就可以了 参考 那第二个的话 那个笔刷 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 这个后面先用笔刷比较大 大概用80 先把这个账面把它融起一下 有没有 把它融起一点点 就是说 只大概把那个 不然我发现 它那个原始档 如果你直接用小的 你慢慢这样弄 好像弄不出 它要那个效果 所以我建议是慢慢 然后再把这个笔刷 再把它调整到50 80 50 50的话 慢慢往这边再把它凸一下 凸一下 调整一下 有点像那个 盖房子之前 把那个地基 先让它打一下 有没有 让它凸凸一下 OK 然后再慢慢把它缩小 大概到30 不是300 30 然后再往外 往外一点点 往外一点点 有没有 往外一点点 OK 那再慢慢让它长出来 OK 可是我是觉得这个还是真的蛮难的 再来可以把它改成20 为什么 因为再让它再往上长一点点出来 有没有 它越来越尖的 有没有 只是说那个要角度要刚好 这个真的很困难 因为它要刚好 有时候歪歪的 会怕歪的 会有点不事物很完美 OK 大概了 然后我们这边旁边再增加一点点 好 有点 小失败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OK 按确定 好 第一步完成了 OK 第二步的话我们要怎么样 把这只鸭子复制到哪里 复制到这个 这个里面来 所以接下来的话 等于是第 第一个动作 我们要第一 第一个动作 我们刚刚是完成第二 然后 再把它贴过来 不过我建议还是一样 第一个步骤可以之后再做 为什么因为 因为我是建议你可以先把 后面的部分先做好再把鸭子放过来 可能会比较不会 被影响到 所以也许我建议是二 三 四 再一 最后再把鸭子放过来 可能比较OK 所以我们要再来做什么 涂层一 这个涂层一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涂层一原来你如果切把这个档案打开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这个涂层一是 没有办法看到的 为什么 因为它眼睛没有打开 所以记得 第一个请你把这个眼睛稍微打开一下 OK 第一个 第二个它要做什么呢 你会发现它做出来的效果 就是什么呢 后面会有一个什么涂层的效果 好像一个鸭子刚好就在这个涂层的上方 OK 那怎么样把这个涂层的效果做出来 特别注意 它有提示我们就是用哪一个效果 用那个锯齿状 锯齿状在哪里 特别注意 这个锯齿状的效果在滤济里面 滤济里面有一个叫做扭曲 扭曲里面也不是要锯齿状 不过特别注意 主要是要针对什么 如果你今天要做滤济 这个锯齿状你要针对哪个涂层 记得你要选对 如果你选到的是背景涂层的话 你用锯齿状会变成背景的这个涂层 做出锯齿状的效果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注意一定要 先选取这个这个涂层 你不能点到这个背景 然后你用锯齿状那就错了 OK 所以先第一个把这个眼睛先打开 然后记得点一下这个涂层 OK 第二个的话做什么呢 利用这个锯齿状 不过你会发现这个扭曲里面的锯齿状 把它点下去 假设我今天用它指定的这个 这个来做的话 你会发现 它大概做出来 效果好像 会变成这样 按确定 变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 这个漩涡是以这个范围当中心点 所以特别注意 为什么 刚刚这个地方 他做出来会这样 因为 我们是以整张图当成 整张图 当成是我要 做锯齿状漩涡的效果 所以 会出现这样 如果我要做出像刚刚那个效果的话 怎么办 跟他讲说 我只要下面这一块就好了 我不要整个 所以你要多做一个动作 Ctrl LT 加Z 复原一下 复原的话 记得 Ctrl 加LT 加Z 就是复原 记得 如果我是要哪一个部分呢 主要是 中心点要在这里的话 那你必须怎么样 大概选 这个 漩涡的中间点在这里 所以 衍生出去的话 大概就是选这一块 跟他讲说 我在这一块做漩涡 OK 所以 你要怎么做 第一步请你 到这边先选图层1 第二步的话 记得 如果你要针对哪个范围 做效果的话 请记得 你就用什么 选取工具 选取工具里面 记得用预设这一个 然后选哪一块呢 选就是选 这一块 大概是有 就是 深蓝色的这一块 OK 那意思是说 请你以这个 当成是我要漩涡的范围 所以漩涡本来是在中间 现在如果以这个当范围状 它会刚好在这里 OK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做一下 接下来做什么呢 1 选取这个范围 这个图层 2 利用什么 滤计里面的 扭曲 的锯齿状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它就只会针对这个区块 至于总量 什么叫总量 你会发现 总量就是说 它那个漩涡的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个越来越深 下越来越浅 有没有 也就是说 那个 漩涡的状态 到底是 高还是低 而且它还有正负值 负的话是变得有点像线性距 那如果正的话就是突出来 有没有 所以大概 我大概 刚刚瞧了一下 大概差不多九十左右 会是刚刚好的 也就是它那个 幅度 大概差不多九十 那那个什么呢 这个 极形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大概多少 比较刚好 就是说它这个 圈圈有几个的意思 所以我刚刚有算一下 大概这个圈圈大概五个左右 所以我这个极形就给它五 五左右 OK 大概五个左右 所以这个大概九十 这个大概五 不过这个只是我 试出来的结果 也许如果说 你有没有更接近的那个数字的话 请各位自行再去做一个调整 OK 按确定 看一下 完成的结果 会不会跟 我们要的 差不多 看一下 有没有 已经有点接近了 但是好像还有一点点 那么不太一样 不过 至于说那个落差 差距的话 请各位也许自己再微调一下 我发现好像是我选的范围 选太上面 所以它好像这个圈圈太上面了 所以如果你要往下一点的话 其实这个选举区有没有 再让它怎么样 再让它往下一点点 也许选到这边就好 不要选到上面 否则它这个中心点 会太上面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最后记得把这个选举区 做取消 所以 在选取里面有个取消选取 这样就恢复了 好 那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第三题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 把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 这边注意 一 请你把这个眼睛先打开 二 点选这个图层 三的话 你就选取这个范围 选这个范围 然后做什么 滤镜里面的那个扭曲里面的锯齿状 然后把这个大概填上去 只要效果做出来 大概95左右 其他的话 什么 它还有这种效果 什么围绕中心点 远离池塘 那这些效果也许等一下变化题 你们可以自己再玩玩看 也许就是说 这个结构大概就是三个东西 一个字 上面的 也许你不一定是一个鸭子 也许我们也是变化 你请你去找一个 天鹅也可以 或者什么东西又在水上面 如果你放一只猫一只狗好像不太合适 什么东西会在水上面 好 自己想一下 OK 然后 也许就是说 上面有一个水 然后背后背景的话 不见得一定要 不是要这个背景 你可以另外再找一张图当背景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我刚刚这个第2张图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就是先把那个刚刚的鸭子 尤其是尾巴的部分 我是建议尾巴部分用渐进的 我刚刚是用先80 再50 再30 再20 甚至你还可以再调整10 把它那个尖尖的地方 效果越细 越做得出 那个图上面要求的这种效果 OK 试一下 后面题目还要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题目 还要我们做 把背景这个图层 这边就是找到背景图层 然后做出旋转效果 滤镜 使它呈现跟结果档一样的效果 结果档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档 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 结果什么白色东西 基本上你可以把这个 图层一关 眼睛关掉 你会发现 原来 它底下这边有两条线 这两条线 它其实就是把这两条线做出旋转 转一圈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将来有两条线在底下 你要让它旋转成为 类似像这样子的效果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第一个的话 你可以找到 题目 讲到的 第一 它要求是背景图层 所以第一个请你点选背景图层 如果你没有点到的话 抱歉 你效果做不出来 一定要点对图层 第二个的话 请你按照题目要的 它要我们找到哪个效果 就是旋转效果 旋转效果滤镜在哪里 其实 它的位置是在滤镜里面 记得是在哪边 它的位置是在旋转效果 有没有 在这里 中间的地方 OK 不是扭转效果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其他效果 这些每一个每个滤镜都还蛮好用的 我是建议每个每个你都可以把它试试看 然后可以做出不同的效果出来 OK 然后我们来用什么 用旋转效果 你会发现它预设的话就是 把矩形到旋转效果 或者旋转到矩形 当然最后变成这样 它要的是是不是按确定 就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旋转效果 做出来了 当然其他的话你也可以利用其他滤镜试试看 反正我是建议 这个变化题你可以多去利用不同的滤镜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效果 可以将来你想要做一些比较特殊的 图的时候可以把它派上用场 OK 最后的话 这个已经做完之后把底下这个上面的图绳把它叫出来 所以这一个加这一个 另外的话就把鸭子放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鸭子就可以放过来 鸭子怎么放过来呢 一样 一点选这个鸭子 二的话因为这张图层你会发现非常的贴心 因为背景刚好白色的 所以你可以利用什么呢 对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很多像那个 之前我 看很多那个YouTuber蛮厉害的 像那个 有一个YouTuber叫 那个 动眼新闻 他好像有一个影片里面就介绍他自己的摄影 他背后都是 绿色的 所以他背后有一些特效其实都是 把那个 影片后制合成上去的 其实这个道理跟 跟图是一样的所以第1个我们用快速选取好了 不过你用快速选取 他变成要多选几次 选4次 OK然后再选取反转 up ctrl z ctrl v 过去 或者是说另外你也可以试试看 把它取消去你会发现如果这个时候你用什么 魔术放工具会不会快一点 印象中好像 对 魔术放好像更快 魔术放一次就OK了 所以 魔术放工具 选取反转一下 记得一定要反转 如果你没有反转的话是选到背景 然后再来 Ctrl c C 复制之后 再来 Ctrl v 贴上 这个时候的话 鸭子就过来 不过一样的问题 鸭子居然在 这个联姨的后面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请你把这个图层怎么样 往上拉 放在哪里呢 这个联姨的上方 OK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 联姨就完成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题应该 我是觉得 他这个在这边 所以应该这个再往这边一下 所以要怎么做呢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选取去选到这里就好了 他就刚好圈圈在这里 不就刚刚好 所以 其实如果说 假如说你要更完美一点 应该是联姨是在鸭子突出来的地方的话 应该这样设计 不过这个 其实我看一下最后是不是差不多 好像位置有点不太 我们位置好像太 太右边 太左边了 还有联姨的效果好像也可能要再调整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试试看 尽量完成的档案 能够越接近完成档越好 再来的话 请各位 把刚刚这张图 也试着把图部分换一个 把鸭子的部分换一个 其他动物吧 如果 背景部分 假如说你选不到更好的素材的话 也许你可以用原来的素材 是没有关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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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